前几期的视频我是给大家全面介绍了一下Google Voice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了如何获得Google Voice的号码 以及我们获得号码以后怎么来做密码的修改和辅助邮箱的变更 然后我又给大家讲了怎么来做Google Voice号码的转移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实际的来操作一下 来进行一下这个语音的拨号 来给大家实际的演示一下怎么来用这个Google Voice的环聊来进行拨号 好那咱们下面就开始 现在呢在屏幕上呢是我的两个手机 左边的这个呢是我的安卓手机 右边这个呢是我的苹果手机 他们这里边分别装了Google Voice的相关的这个APP程序 左边这个安卓手机呢它实际上是装了Google Voice的这个本身的一个APP 另外呢中间这个呢是它的环聊 中间这个是它的环聊 另外呢就是在安卓系统下还必须要装另外一个APP 就是环聊拨号器 必须这三个APP在一起配合使用才可以 右边这个呢是我的苹果手机 它只需要装两个APP就可以了 一个是Google Voice的APP 还有一个是呢是环聊的APP 一个是Wallets 一个是HanOS 大家也都能看到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安卓和苹果的一个在用Google Voice的一个区别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两个手机 它们互相拨号的一个演示 这两个手机呢 它们各自都有一个Google Voice的号码 这样的话呢我让它们可以实现来互播 在这个播号前 我们呢先要对这个Google Voice的环聊进行一下设置 我们点这个环聊 好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在这个点一下这个左上角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设置 在设置这个里边呢 我们首先需要选择这个电话号码 我们点进去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叫街道来电 它默认的是给关上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默认这个呢给它打开 好 然后我们把环聊这个设置 我们现在给它关上 然后呢我们去Google Voice里边再设置一下 我们还是点左上角 然后选择设置 然后在设置这个里边呢 有一项我们要注意 就是这个叫来电 它现在呢这个显示叫选择接听和转接来电的方式 我们点进去 然后呢这里边呢它是启用您要用来接听电话的设备 我们把这个IOS设备这块给它激活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边我们找到一项叫选接电话 这项呢我们要给它关上 如果说不关上的话 那么在对方来电的时候 这个Google Voice的系统 它先给你一个提示 问你对方是什么人 然后你接还是不接 或者说对方的第二号码是什么 你接还是不接 就是让你有一个选择 但是呢因为我今天是做这个测试 我这块就先给它关上了 这样的话测试会更方便一些 好我给它关闭 然后呢这里边呢还有一项是启用这个你要来接听电话的设备 然后呢我改一下把我的IOS设备也给加上 好退出来 这样的话呢 环聊里边的这个设置就基本上完了 同样在我的那个安卓手机里边 这个设置跟它这个是相似的 我就不再重复说了 大家也注意一下 在安卓手机那边也做一下类似的设置 退出 好 好那下面呢 我们就进行拨号来做一个测试 我先打开我左边这个安卓手机的环聊 然后我再打开我右边苹果手机的环聊 因为我之前呢都已经拨过了 所以说现在大家你们看到的左右这两边这个呢 都是我美国的这个电话号码 现在左边显示的这个865293625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这个右边这个苹果手机的谷歌 voice的号码 右边这个呢正好相反 是左边这个手机的这个谷歌 voice的号码 因为我之前都已经进行过这个互播了 这个呢就是我互播的一个电话的记录 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实际的再演示一下怎么来拨号 然后我这个拨号呢 我是从左边这个安卓手机往右边这个苹果手机上去拨号 拨的号呢就是因为我左边这个安卓手机的尾号是6935的 我拨的是苹果手机的那个尾号是3625的这个电话 如果正常拨号的话呢 点底下这个键盘按钮 然后呢我就输入这个电号号码 他就可以拨号了 因为我之前已经拨过了 所以我懒了我就不用再一个个数字的再那么敲了 我就直接把这个拨号记录直接点按一下 他就可以拨号了 好现在呢电话已经接通了 那我这边右边的苹果手机我就点一下那个对勾 现在呢已经接通了 大家应该能够听到我的回音吧 现在我实验一下 好我现在把我苹果手机的扬声器开开了 我从安卓手机这边说话 大家应该还是能够听到这个回音的 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两个手机 各自的谷歌 voice的号码 好 好那我先把他们挂断 好那我先把他们挂断 好我这次的这个拨号已经完成了 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我的演示 你们都可以自己再试一下 我觉得还挺好的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大家点击我视频下方的订阅 谢谢大家